香港的節目 今天早上很久 今天早上將來香港過年 是呀 一來過年 二來因為公司都開劇 之前在內地拍了一個綜藝節目 在見你茶餐廳那裡的帳數 那裡很搞笑的 那場面都很好玩 內地有個綜藝節目和文女 我覺得他們的形式挺輕鬆挺開心的 最重要是帶點歡樂給觀眾 我覺得內地的綜藝都是偏向於比較輕鬆 所以都是一個好的經驗 而且因為比較少上內地的綜藝 這次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好的體驗和學習 會不會再繼續呢 因為都不少香港藝術想去玩這類的綜藝 其實我自己本身沒有什麼特別計劃 因為我本身都是一個比較隨緣的人 我覺得哪裏有工作需要找我 當期遷就我都會去 就好像這次在內地這麼長時間 都是因為工作安排 你知道現在隔離就很難說兩地走 其實以前內地有工作 香港工作可以兩邊走 因為沒有隔離 但現在有隔離可能安排上就密集一些 如果工作多的可能留在內地的時間長一些 然後香港的工作就回來香港做 看你順便在社交媒體上 都跟老婆先生的恩愛 順便吧 因為現在很多社交媒體都喜歡去 了解一下我們藝人的平時的生活 或者有些事情 我也覺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經常覺得藝人都是公眾人物 也都有一個影響力 有時候有些正面一點的訊息 或者健康一點的訊息 我都覺得可以在一些社交媒體 去跟大家分享 心情想要把心情放送給予 心情賊 梦子 梦子